在十月份 信仪中联会举行一连串的庆祝活动 纪念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 在公元十六世纪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当时由于很多神学的偏差 和很多传统的理解 于是基本上很多当时欧洲的百姓 是没有机会直接从圣经了解 信仰的真谛是讲什么 只是从这个教士在尼撒里头 很多礼仪去间接告诉他们知道 他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告诉他们知道你们是罪人 如果上天堂 你们就要出钱买赎罪券证明 你的罪已经得着赦免 这是完全违反了圣经的教训 所以马丁路德 狗正的就是不应该有这个观念 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公职 于是只是纯粹靠神的恩典 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 当时马丁路德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 就是主张唯独靠着神的恩典 只要相信他就能称义 而他都很坚持每一个神学信念都要源于圣经 但是唯独恩典很强调 好像以色列所书第二章八节九节就说 我们能够得着救恩 纯粹上帝在基督十字架 里头成就的救恩 人的行为绝对不可以帮到我们 能够得到进天国的把握 马丁路德思想到恩信称义的教义 就是由他读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记载开始 里面讲到 因为神的义正在者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已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恩信得生 马丁路德如果你说他最大的贡献 可以说就是back to the bible 去呼吁我们的信仰 唯一建立的基础是在于圣经 而不是在于很多人的自己构想出来 或者传统或者教宗班士的教训或者命令 一切的信仰的根据 一定是以圣经为基础 同时马丁路德亦主张信徒可以直接与基督联合 不需要圣职人员作为代言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阅读圣经 从中领受上帝的话语 当时他更加翻译了新约和旧约 组成路德圣经 令到更加多人因此而认识信仰 马丁路德的改革 他变成德文圣经 于是很普及化 其他国民都可以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德文圣经 然后都明白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和说话 这个带来给教会一个很大的动力 因为只有上帝的说话才能够将人的生命 注入人的生命里面有动力有能力 在你的生活里面 又有没有遇过一些情况 大家都习以为常 你发现到当中违反真理 你又会不会效法一下马丁路德的精神 借着上帝刺下的恩典 努力提倡改革 捍卫合乎圣经的价值呢 你要知道是上帝的教会 你只不过是上帝手中一件的器皿 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你会尽心 这个是改革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面对的 这样我们那种的韧力会强大一点 你不要当那档事是你自己的 这是不行的 我们是为上帝而做改革 在上帝的心意下来做改变 上帝在马丁路德的改革里头 叫我们重新学习谦卑和勇敢 谦卑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 可以配得上帝的拯救 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反过来也是因为这份恩典 这份永生的恩典 叫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 或者任何世界权力的威胁 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有永生 以至于永生的恩典 胜在着我们在此世 虽然是有限的人生 他敢于站在真理 站在圣经的立场上 而向不合乎圣经教训的权势 或者罪恶去说不 我会说不 我会说不